在平衡所在的醫療主委一直都比較欠缺 有很多中車因為住在家 出國的看醫生是很不方便 為處是藥油性的軍人主題出現做 關注了一台交通車 讓天主角留學社會好的基金會 作為是由地南社區等照機構來使用 期待這台交通車 可以讓館來平衡所在的北方 在到更好的醫療照顧 幸福對到這台新的醫療交通車進行幾乎醫室 因為感覺到住在家有很多中部的看醫生是很不方便 在外面屬於有新的婚姻主題出現中 就關注這台交通車一起10台的論議 讓天主角留學社會的福利經金會 是因為生長在故鄉 雲雲北港 那有這樣的能力 那我就盡可個人的一個所能回饋鄉里 那剛好輾轉得知落色醫院 有這樣的需求 那我一國就是有這樣的信念 那今天能夠促成這樣完美圓滿的一個 這個見證的一個幫忙也滿成功 不僅交通車將會提供在市府 北南社區等著機構來使用 也期待交通車未來可以提升市府 醫療照顧的品質以及服務 感謝圓瑞國際還有成瑞資產兩家公司聯合捐贈我們這一台長者的交通車 那讓我們在偏鄉四湖德南日照這個地方能夠更接近來為長者服務 本營館十五歲以上的老人人口總共20% 不然就是社會福利基金會為了在平衡所在 可以來提供健康好的醫療服務 不斷提供照顧社區化 也期待透過基金會推動和民眾的相應 可以讓本營館隔離的中部在到健康完成的照顧 很多地方要不管是來接受照顧還是說到醫院去就醫 在交通上都是很大的困難 那我們若勝醫院跟若勝社會福利基金會 努力的照顧偏鄉的弱勢跟老幼 那也很高興台灣的這些企業家們 能夠來提供一些很好的資源協助我們 也希望說這個未來我們能夠還有力氣 也還有能量能夠做更多的服務 期待這台交通車可以讓 官來平衡所在的別人 提供健康好醫療照顧 當時希望蔡坎作為生技 可以搭到拋轉應用的行業 讓健康做的善行者 可以對平衡的醫療作為緊急訓練 繼續歡迎蔡宏波特